共同理念 全文发誓 MyRadio2011 同庆众分享有上世纪80年代至今日的地区工作经验 由街头变案至铁路兴建 一日移民为本 人民力量 主持陈维杰 逢星期五万十至十一点半 MyRadio强势出击 社会公业以民为本 民主民生地区事务 人民力量 节目主持陈维杰 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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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又跟大家见面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愚民面对的问题和有关政府赔偿方案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请到四位都是屯门的哈拖的朋友 红哥 周燕 华仔 周B 红哥就最有经验了这么多个 都不少 做了三十几年 你过去的三十几年都看到屯门的鱼叶 开始昔眉和低落 刚才讲开就说 你们年轻小的时候 屯门的鱼叶可能是黄金期 鱼船都数以百计 海产又很丰富 过去几十年 其实很多影响 一来就是屯门的新市镇发展 很多传统的鱼叶 鱼港的位置受影响 很多都被逼搬迁 因为政府收地也好 要清理那些泊渔船的地方 很多要上了屋 那你自己想回看 过去那么多年的演变 有哪几个大型工程 你印象最深的 对鱼叶的影响 机场 机场 因为以前机场旁边 我们都经常在这儿拖 现在一起了机场上来 我们已经少了很多位置 现在又有那个倒泥区 又多了那个倒泥区 还有又有些什么 飞机油啊 牛啊 去沙洲那条 又放了一些石头 我们又拖鱼 其实前面这十几十年 很多发展 刚才提到设计了机场 这个飞机燃油的供应系统 其实在屯门附近都很多的 比如这个奈何码头 是 再早前的中电那个煤灰湖那些发展 是 在踏石角那边 跟着这个 就是 邵永钢铁 还有这个连串的屯门 这个工业区那里的发展 根本整个屯门的海岸线 都不少填海工程影响的 是 缩细了 整个 缩细了 缩细了 水流就变得急了 是 所以很急流 还有它之前做到工程那些 好像那条机场那条 油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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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为何它要放在石头里 如果它不放在石头里 我们都 因为这个最早当初没有这些 仔细资料 因为当年政府或者这个机管局 要做这个飞机延入的供应计划 就说要做条的油管在水底 它已经挖了底 它已经挖得很深 有几个深的 但是它挖的时候 从没有提过任何资料 就说做了这个之后 对任何鱼业的影响 是没有说过的 没有 是对我们有影响而已 但是对拖胎的影响 是完全没有提及的 那它做这个工程 对你们没有任何赔偿的 没有 没有资讯 没有资讯 不知道有没有 没有资讯 就是突然之间 为什么会挖住了 然后有些效果在那里 就是没有资讯 没有资讯 就是对我们拖胎有影响而已 其他用猛 其实其他行就是没有影响 因为猛可以避养它 因为以前那里是沙底 因为以前那里是沙底 整个那里是沙底 所以那里主要是你们以前的 哈托 其中一个很主要 因为都很长的 它由这个 又是由这里灌花整个海 是的 由屯门那边去到沙底 沙底 沙底 去到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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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影响都很大 它将沙 去到沙底 另外再加那个 那里面去到沙底 这里是沙底 剩下一个 湖泥 那个 倒泥区 那里面很大 好大 那里对你们 那里都是你们传统过去拖黑的地方 那里也没有了 那里没有了 那里面不可以在座贏 因為他當年的赤立國的賠償 他的計算就是這樣的 所有香港如果基於填海 赤立國機場有填海 迪士尼、竹高灣也有填海 很多這些填海 政府的計算原本的賠償 用一個很荒謬的 和很滑稽的賠償方程式 不合理 他就將全港的漁民的總收入 總產量有一個數字 OK 他們將香港的海面的總面積 他有一個計算 海面的總面積 填海的面積是多少平方米 就有了一個總數量 你這個填海的數量 佔了全海的海面的面積是多少分之多少 然後就計算你那個總漁產量的損失 應該不是這樣計算 是這樣計算的 因為我有份跟漁民的賠償 他都計算了 然後你全港那麼多漁民 聲稱在這個地區有經營的布漁 那麼就將那個總產量計算 然後乘回某個年期給你 這樣賠償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屯門這裡 原本只有你四十隻 是啊 是在這裏經營的 是啊 如果是計算 分你四十隻 那就幾和味 是啊 也算幾好 幾合理 但又不是的 我是長洲學子亞的鼻 我說 喂 我也有在這裏拖的 我是這個香港仔 我說 我都在這裏拖的 那麼突然間 應該賠四十幾隻漁船的數量 突然間加多了二百幾隻 是啊 那變成多了幾百 就和你分那個同一個賠償額 那麼你屯門加碼未少 不公平 但是他又不會理你 他又不會理你 他又不會理你 應該他這個賠償的方法是 他這個機場在屯門區 應該是計屯門那個地區的範圍 這樣計算才是 但是他計算是 他計算是 全香港這樣的地區 他計算是很奇特 那時候好像網艇的賠償額 又可以去到一個數量比較大 二十幾萬 而蝦艇的賠償額又小 蝦艇又少 好像很少 他計算你的魚種 譬如那個地區是魚的 它不是魚的計算 那個地區是蝦的 蝦的計算 我蝦都在那裡 蝦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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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入其實全部 蝦都在那裡 那個影響其實全部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要計 這個漁護處 就是他的紀錄有沒有掌握 你那個蝦獲的數字 那譬如你們這些蝦餅 因為它是魚統處的收入 你們這些艇 聽了回來 自己分發了賣 那你沒有數字 它是計算全部的魚統處 那時候網艇都是沒有去市場 沒有去市場買 所以當時我批評就是 魚獲的總計算 第一 不反映的現實 是嗎 即是你只是計你魚統處 那個官方的數字 你很多收入沒有計算太久了 還有以前反映的聲音邊邊大一點 它就比較多 是吧 以前蝦艇比網艇多 很多 但是它反映的網艇就比較激烈一點 還有它會出聲一點 對 比較激烈一點 等於現在的蝦頂 就比較好 撐針一樣 撐針一樣 這麼激烈 那你過去很多都有影響 有 但是你這個屯門 過去二三十年翻天覆地改變 就是那個豬三角的交通越來越頻密 你看到那些澳門 珠海尼那些船 就是這樣經過 貨船也很多 還有那些 把頭的貨船也很多 有時候有些大貨櫃船 幾座樓這樣高 就是這樣前面經過 其實整個屯門 包括填海 滑沙 還有烏泥區 那些飛機燃油的供應 再加上航道的頻密 那些船越來越多 你們都熬了這麼多年 沒有 就是我認為我們還可以做 可以繼續做 真的沒事的 打工也是一樣的 維持多生活 有少少微利 但是那個收入跟巔峰期 會不會相差很遠呢 應該都不相差很多 因為現在的蝦價高了 現在普遍 可能收獲少了 但是價錢高了 是的 現在普遍什麼物價都升得很厲害 所以這些事情都可以 但是你要跟內地的漁民競爭 內地的蝦都會有捕回來的 有 我們怎麼說呢 好像我們現在的近岸 近岸就買回來 反而我們如果出了 香港水平和 就難競爭 因為我們好游量大 就是成為高 但是去內地都捕到蝦 不是去出海 我們的蝦就去回內地 反而不是去燒 現在的群內 香港那些全部都是養的 養蝦 放在資料裡養 你不要說我先吃 那些是很危險 去貨量 大陸的市場都是養蝦 去回大陸 大陸 基本上在海裡捕的蝦 上面的居官都自己留在自己吃 海蝦 所以還有一個品牌 其實我們這些叫做一個品牌 養蝦那些運來香港 給我們香港人吃 你去到這個施團門 正式是海蝦 那些留在自己吃 裡面的海蝦 這些叫做近岸海蝦 他們在街市叫做艇仔野 這是一個新鮮的品牌 我們其實叫做新鮮的品牌 好像在街市有些人來買菜 都說可能我們香港禁水禁海 買了這一兩年 不能買的東西 他都覺得很可惜 是 起碼那些 那些艇仔野 他說過一兩年沒得吃 就變成有少了很多選擇 怕要大陸下來 那些食物 他都覺得不太安全 現在大陸越來越多 那些食物 用化學食物去養 那些食物 吃了一個人對自己的身體 都不健康 過去這麼多工程 剛才你都提到 過去屯門的蝦拖 都成數以百計 現在只剩下四十幾隻 有時候這件事很難說 以前那些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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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剛才說 有些是十兄弟 有些人說 大哥我都不做了 走上街 分一分一分一分 你又不做 他又不做 走一走走上街 那些人不做 以前都是這樣 那些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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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十兄弟 都只剩下一個做 做一做一做一做 可能以前那些年紀大 那些子女都很大 在街上找到份工 讀夠書 爸爸 你不要做 你上街 養得起你 那個爸爸說 也好 那些子女養自己 那你都知道 很多漁民的家庭 都轉了行 通常 不是轉行 就是不做退休 就成為子女養 年紀大的 那些是被子女養 那些小孩就不再做漁民了 很多小孩就轉了其他行業了 是的 是的 那就是剩下幾十個家庭 是 仍然從事漁業 你下胎有四十幾 另外 慘僧 其他胎可能十幾二十 就是幾十隻船 是的 那幾十隻船有多少家庭做到 多少家庭 多少人做到 有些有兩家庭 好像外艇那樣 都有三個家庭 有三個人 還是三四個家庭 三個家庭 就像三兄弟 三個家庭 我有兩兄弟 兩兄弟那裡有兩個家庭 三個家庭 三個家庭 即是有八零個家庭 有些是 好像我們那樣 三個家庭 有些是兩個家庭 有些是八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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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說 就像打工一樣 工作的行業 沒有那麼大 精神比較好 你突然間轉行 壓力大 是適應不到的 即是你們那麼多年不轉行 香港其實都試過 那些建造業的高峰期 那時候做鎖鐵 做泥水那些 或者一天成千幾兩千元一工 那時候你們又不轉行 因為我認識長洲有些 不足以了 我上地盤 都要適應 適應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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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日韓就去做 我也上街打過幾個月的工 都是適應不適應 喜歡出海 自由一點 即是海闊天空 任料飛 好像人家說 我們星期日去看日出 我為什麼 我早上都看日出 在船頭上 但你真的出海 真的望天打掛 大浪的大風也出不到 所以我就說要禁岸好些 所以禁岸才要禁岸 即是適應他們做了一些 是禁岸的 就是禁岸 即是有些因素 好像下了那麼多的網 又沒有這個失獲 都不適應 以經驗來說 都不會沒有 即是如果你的海 不是不斷 好像剛才說 有些基建之類 它那個海一停回來 即是以我們的經驗 是最初倒泥的時候 亂倒泥 真的沒有東西拿 是 現在普遍的蝦都多了 多了一點 因為適應了 適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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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知道地震 那些雨走 對 不是 現在的海平 剩下了 蝦都回來了 對 很特別 我自己看了 做了那麼多年 都知道這個情況 你們經歷那麼多的風浪 那麼多填海工程 那麼多大型基建 那個屯門的捕魚葉 那個黃金歲月 已經慢慢過了 也都越來越少人從事這個捕魚葉 但你們仍然都在這個行業裡面經歷了 和這個掙扎了那麼多年 大家政府突然間有一個政策 完全沒有先前廣泛的諮詢 突然間就說 這些行業全部要滅絕 全部要滅亡 沒有得選 全部要收 那麼社會各界人士呢 就是也都普遍上呢 也都幾支持政府這個講法 對 那麼因為 就是我們都收到 數以千計的電郵 很多團體 很多人士 這個 有不少外籍人士 中英文訊 過去那幾個星期不斷收 就說 這個所謂 就是 慶爭那類的行業 就破壞這個海藏 破壞這個海底的自然生態 把很多的罪名 就加了在你們身上 加了在漁民身上 加了在漁民身上 一個漁民代表 那麼現在基本上有三類 一類就是慶爭 一類就是 單拖雙拖 一類就是蝦拖 那其實看回歷史 和看回問題的本質 其實最主要是慶爭的 對那個海底的破壞 因為慶爭的模式 就下了一些大網 下到它的底 那底如果有些珊瑚 有些海洋生態 它的網一經過一滑的話 就整個海底就翻天覆地 因為它在慶爭的前面 它有一條鏈 它一滑浸到地 四分鏈 四五分鏈 它說它是不到地 但是它那條鏈是到的 刮到底 刮到那些蟹和魚 那些東西會跳樓 在網走進去 然後後面的網 很多人不知道 是我們這些才知道的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是破壞得很厲害的 是吧 它解釋是怎麼一回事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 那條鏈爭 就是經過那些地方 整個海底 就是所有這個的自然生態 差不多全部破壞 那些珊瑚一定沒有剩 是吧 那你變了 還有那些刮爭 那個的營運模式 是很恆常性的 是 不停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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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那個 上面是出水 下面是到底 即是幾乎沒有得生 沒有得走 一經過那些魚 就是那個網的面積 全都是大 面積大 它的尾巴 但是為什麼政府要把蝦拖 包括在這一次的收牌範圍裡面 它經常都說我們在海底拖 就會破壞海藏 但是我們就不覺得這件事 因為通常我們 都是幾寸高 都不夠一尺高 就是我們 拖到的魚是好事 最主要是拖 但是如果說是破壞海藏 但是好像旅餐真湯 那些魚仔 沒有那麼好 就是像池仔 或者一些什麼魚仔 蠟仔 那些 那些蝦拖 拖經過的地方 如果有珊瑚都會沒有 如果有珊瑚都會沒有 都會沒有 都會有影響 其實 但是我來說 我們都會有少許破壞 但是 其實 在這個環境 因為你說破壞 沒有珊瑚才沒有 其實不是的 其實可能是一些 撐珍拖過之後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網有多密 還有那些魚種 那些魚種 其實不是魚種 那些叫魚章 魚章 有魚仔 魚毛仔 魚毛仔 可能還沒有成形 魚章 有十幾二十桶 你有多少魚 你說 我覺得它就破壞性很大 那些魚是發大 如果你不拖死 那十幾二十桶 魚大約會很大 其實 十幾二十桶少 四十幾五十桶 其實有很多魚 大約有很多魚 你試試把魚發大 一桶魚裡面 可能是幾百斤 兩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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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魚是單細條 那些魚是單細條 可以發到量是多大 如果計算食物鏈 由大魚 吃小魚 你有這麼大的魚量 它才會有這樣的 可以才會有 一些大的魚回來 這時候 柴珍的破壞 很多朋友都不熟 其實有兩方面的破壞 很嚴重 一個就是 因為柴珍的網落底 和牽繩的鐵鏈落底 導致那個海蟲心態 就是全面損毀 第二 就是柴珍 那些網 就是那些網眼很小 就是 它撈到所有那些 所謂的魚獲 就是大魚撈到之外 它連那些魚毛 魚種 都會撈到 那它柴珍撈到那些魚毛 基本上它就沒有得賣 它就把它打成章 就用來賣給那些養魚場 用來餵魚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問那些魚排的人 好像買一元斤 是嗎 是 八兩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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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買一元斤 那你想一下 你賺到那一元斤的魚種 裡面有多少魚呢 對那個香港近岸作業 或者近岸的海人生態 那個損毀是極為嚴重的 因為我想朋友如果有時坐船也好 在岸邊經過也好 你在屯門可以看到 在大嶼南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大埔有時也可以看到 你見到外面那些很大的船 飛了兩支東西 在船邊飛了出來的那些 它乘乘乘乘 早五晚的 是 乘乘乘乘 不停的 在那個海面是這樣 就是滑了 就是拿了你的魚獲 是啊 那你整個近岸作業 就是那個海洋生態受影響 在外國很多地方 你在英美加澳樓很多地方 近岸作業很多的捕魚行業 特別類似參争這一類 已經全部禁制的了 英國 已經全部禁制的了 我覺得英國 總之 在外國很多養源業 它控制很多東西 第一 你那個魚網的運作模式 你可以落網 但是不可以這樣滑 你都不可以這樣拖 因為你落了網 定了在那裡 那些魚又近來 那些魚又近來 那些失魂魚撞近來 那到時候到時候起網 當然那些深海那些可以 深海那些一定靠拖 但是近岸作業很多 你可以就這樣落網 但是你就不可以落底 一定不可以落底 因為你落底就影響海洋的生態 有沒有規定是多少米水 才可以落網拖 沒有 這個我不知道的細節 但是他們有幾個控制 我知道 一個就是某些地方你不可以落 不是個個 可能某些地方可以 第二 那個魚網的魚眼有控制的 是 你就不可以 哇 連這些魚貓仔都撈起來 是吧 那它用魚網的魚眼的大小 譬如你的魚眼 魚網的魚眼這麼大的 那你那些小的魚 就可以游過 不受影響 是吧 都不是嘛 沒有控制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過去很多年 就是不少團體 在立法會裡面 討論 關於這個海洋生態的時候 很多人都提出了 這些參爭的影響 還有一些捕魚行業 會用拖的形式 在海底拖的形式裡 反而網口很大小 它又沒有什麼人管制 就是網口有多大 就沒有的 那個網長寬 又沒有 但是那個眼數就有 那個眼數就有 因為那個眼 長 它可以鑽到很長 鑽到很長 一邊的網眼就一邊 這件事我覺得就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以我的經驗來說 那個網眼大小 拖大小魚 就沒有什麼用 不的 如果你那些 不要說慘真 譬如慘真 如果你慘真那些網 不是那麼密 那些魚毛仔就可以走得掉 它是尾 它的尾 它是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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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有尾 你不可以有尾 那是 我的意思是 一個網 它的尾 前面是很大的 眼可能整張桌子那麼長 但是它後面小 可能只有這麼多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它不可以有大小的眼狼 它大 意思是 它的水可以過得快 可以省很多油 它是雙重網 對 是 是 但是如果你要政府 控制的話 你後面那個網 也不可以這麼大 不可以這麼小 但是 你知道水有點漿 如果網小的話 有一點魚鑊的時候 它已經會 水會湧出一些小魚 就是不會拖太多 所以我們這些 所以網的尾 我們的蝦艇 又沒有什麼魚拖上來 就是我眼睛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都會很密 但是它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 全部都漿了 好像一拖 那些水會拖出來 就是趕著魚這樣 對 就是太小的魚 就會被水流湧出來 就是那些魚有氣 會拖出來 但是為什麼蝦酒不行 蝦酒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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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進去 就是蝦會彈一下 蝦就會彈一下 但是魚 我們這麼久也很少 魚油得快 魚油得快 我們進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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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管它 慢慢慢慢油溫 通常我們都是兩米多 因為我們是網 均勻的 尺寸 兩米 比較慢 我們船夠快 對 可能船慢 蝦的速度 你因為進去之後 它不會速慢 很少魚 你說搓回前頭的時候 因為它搓不回 魚向前游的時候 會速度很快 都是有幾斤魚 就像有個鰓在一半水上 除非那陣子 那陣子的魚就脫掉了 對 小的魚就脫掉了 大橋的水 湧出來的力量 不能推出來 就沒事了 因為馬力問題 除非是航拖的魚 我們都是走三米艇 三米艇的時候 蝦的海鰓 算出慢 我見過 我們七米幾百米艇 我們三部車 三部車 馬力那些 你那些 有兩千匹馬力 千大幾百 千四五到 你那些幾百匹 當然 你已經拖了十幾張 那些細細網的時候 你只限制於 幾米 四米 三米艇 四米 人家可以去到七米 八米 兩米 兩米 最快都是三米 蝦艇 就有些馬力小 只有八兩匹馬力 足以能力 對呀 追不去 追不去 現在這個 哈拖面臨 這個 滅亡的 境地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講一下 面對這個 結業 面對這個 補償 那些原文朋友又怎樣呢 沒有